近期暴涨的天然气价格以及长期的清洁能源需求 使得能源板块重新进入投资人的事业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家澳大利亚本土的油气公司 Beach Energy Limited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Beach Energy Limited是一家位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公司 该公司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事陆上和海上油气生产 是澳大利亚东海岸天然气市场的主要供应商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 天然气市场可以根据供应方式分为PNG管道天然气 以及LNG液化天然气 管道相对走海运的液化天然气有着稳定的特点 但在包括地理以及政治因素在内的诸多限制 使得相应的项目建设往往面临着很大的阻碍 而澳大利亚作为南半球独立的大陆 主要的出口方式就是走海运的LNG液化天然气 受运输方式以及相关液化技术的影响 通常成本较高也更为不稳定 近期价格大涨的天然气价格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液化天然气 而我们本次视频的主角 BPT就是一家主要服务澳大利亚本土市场的油气公司 并且在2023年以前都还不具备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能力 总体来说 BPT是一个相对稳健 但并不那么令人兴奋的投资标的 从历史的市场对公司的估值来看 以目前的开采进度 公司大多数时候适应率都在10倍左右 而这一情况在2022年延续下去的可能性较大 当然不排除的是2022年的数个新的勘探项目可能带来惊喜 尤其是珀斯盆地的维德西亚有几天 但BPT只占有这一地区50%的权益 并且后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比较令人安心的是公司有健康的财务表现 以及中期内相对稳定的生产计划 并且下一阶段的市场增量也已经确定 再加之持续且稳定的派息记录 因此BPT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投资标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心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9188-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